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小娟 故事发生在80年代 当时大批越南人偷渡到西德 在西德边境上 舌头,小强就是专门组织越南人偷渡的头目 年轻漂亮的小娟和博士毕业的老公大友 也在偷渡的队伍里 小强一眼就看上了年轻漂亮的小娟 于是以偷渡船只做不下那么多人为由 把小娟留下 说等下一批再让他走 小强把小娟带进了山里的一个小木屋 对他实施了强奸 第二天,小强递给小娟一把匕首 告诉他可以用匕首杀自己 但是茫茫大山没有自己 你也会被野兽吃掉或者冻死 小娟下不了手,他只想逃跑 现实跟小强说的一样 苍茫的大山,雪白的雪地 小娟一段路程后就晕倒在雪地 小强找到了他,并用木架 把他拖了回来 此时大友已经成功地偷渡到了西德 并且在一家中餐馆做杂工 他日夜思念自己的老婆 而此时的小娟还困在小强的木屋里 小强跑了几百里山路 为小娟买来生活及洗漱用品 当小娟洗漱干净之后 小强又是对其强奸 小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选择了再次逃跑 可是依然跑不出大山 绝望的他只能回到了木屋 一天夜里 小强外出回木屋的路上 遭遇仇家的追杀 身受重伤 回到木屋 没想到小娟对他进行了救治 小强深感小娟的善良 就在当晚 小强发现小娟已经怀了自己的孩子 一个月过去了 小强为了让小娟过上好日子 同时为了孩子的前途 他决定送小娟到西德去 在送小娟到西德的路上 他们被警察盯上了 小强让兄弟小飞带小娟走 自己驾车引开警察 却受了重伤 还被警察抓住了 小娟如愿见到了老公 简短的互相激动过后 大勇不断对小娟猜疑 怀疑小娟和小强的关系 甚至隔壁的邻居也说小娟是一个婊子 但是无论小娟怎么解释 大勇都不相信 最后大勇把小娟赶出了门 绝望的小娟在墙根下格外自杀了 幸亏西德人汉斯路过 发现小娟并送她到医院抢救回来了 已经死过一次的小娟 为了腹中的孩子 抛弃了自杀的念头 汉斯给小娟介绍了一份工作 小娟开始了新生活 在小娟的新生活中 汉斯给予了她很多帮助 很快小娟的孩子出生了 此时的小强也刑满出狱 只也在西德做黑帮生意 一次偶然的机会 小强看到小娟母女两人 此时小娟经营着一个服装摊 小强没有打扰小娟的生活 在背后默默地保护她 一晃就是五年 一次在移民营中 黑帮来打劫 眼看小娟就有危险 小强及时出手 打退了黑帮 再一次暗中保护了小娟 小娟感到移民营生活太危险 于是搬到汉斯的家借宿 可是移民局的人表示 小娟没有固定工作 不能居住在汉斯家 除非他跟汉斯是夫妻 虽然汉斯是一个好人 小娟还是没答应汉斯 跟他假结婚 这时候 小强出现了一个 强劲的竞争对手 而这个对手 一直暗地里抢小强的生意 老大始终保持神秘 不肯跟小强会面 此时的小娟 进了一家小餐馆 小强为了帮助小娟 派人每天跟他订了许多盒饭 一天晚上 一伙人洋装送货到小强的仓库 放火烧了仓库 小强闻讯赶来 却遭对方伏击 小强开车追凶 不料再次遭埋伏 小强被打到半死 还被砍下胳膊 对手称 就是要看到小强的悲惨和痛苦 小强遭此一役 受伤严重 濒临死亡 小飞来到小娟的店铺 请求小娟 去见小强最后一面 小强在领了之前 如愿见到了小娟和自己的女儿 在小强的葬礼上 小娟见到了经常来订餐的人 他才知道了 小强一直在帮他 正当小娟准备回家时 却发现女儿被人绑走了 同家的人也以孩子威胁小娟跟他走 小娟来到一个豪宅才知道 绑女儿的人是老公大勇 原来大勇就是小强的那个地下竞争对手 仓库放火的人是他 打死小强的人也是他 最后大勇还派人杀死了小强的 所有兄弟和手下 此时大勇已经非常强大和有钱 他想小娟回到他身边 当小娟得知大勇做的这一切 果断地拒绝了大勇的要求 临走前 小娟问大勇为什么这么干 他回答说 一切为了尊严 故事的最后 小娟带着女儿 还有小强的骨灰 回到了越南 不一样的电影 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一直等你哦